MING PAO TORONTO 終於來到最後一集 在變身前的體育系 今天跟大家重溫這個運動會 借德謙變成呂麗堯的樣子 昨天… 進化了 對,昨天是借德謙 進化了 不知道是否呂麗堯和借德謙 本身是否有不妥 他們是要前後腳… 明顯是不要告訴別人 前後腳 是長短腳 其實在運動會裡 確實令大家製造了很多恩怨情仇 有些朋友了 運動會我真的要說 反正大家都會說 好,既然是一班 我覺得是一個勵志故事 人生… 人生比零 人生就是這樣 16比零 話說有一次運動會 不知道是誰 提議猜皇帝選隊長 最後…總之沒有人選擇我 你猜皇帝 一點也描述不到 那邊… 總之沒有人選擇我這隊 我這個隊長做不到工作 是 但最理智的是甚麼 我們贏了… 不過我們運動會 一直都不重視輸贏 為何我們贏 對不起 這是你的隊伍 這集的運動會 是我在這年記憶最深的一集 是甚麼 我看見巨星的韻落 因為我第一次來這裡的視場 是跟Brian 我以為他這麼英俊 很受歡迎 你猜不到 被人出賣的感覺 已經說明 一定是我跟你,可以吧… 怎知道他不寫我的名字 真的猜不到 其實我們的運動會… 不用說我有咪高峰 不好意思 我也試試訪問你 因為我們的運動會 其實製造了很多機會 我們自己玩 我也看到 我們兄弟姐妹裡 有些是玩得特別瘋狂 玩得瘋狂也不要緊 因為最重要是玩得瘋狂 但有些玩得沒有體育精神 例如放棄自己 阿富,你在說你 例如是… 是你嗎 連累隊友 你說你… 我覺得這兩個… 黃妖夫不算… 坐在前面完全是… 師寶城厲害很多 師寶城是… 師寶城有一句金句 是甚麼 沙排一隊有多少人 這個真的很搶聲 他還要理直氣壯 三個那一刻 因為那天玩水運會 我浸得已經有點缺氧 所以那天在不清醒的情況 有些人說出來 生牌有多少人 不會是兩個嗎 一定是三個 這個解了點數 有一次玩過日本的甚麼 那輪棍的不是 日本?玩日本的那輪棍嗎 其實你這樣說 電擊球 遙承了很多東西出來 我忘記了 那是另一個晚上的節目 電流扒 深夜節目才做的 女生說說你們最難忘的運動會 是哪一次 我平時很少拍攝車 但我們上次踢球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他真的可以很瘋 他可以在琴著Charles 對,我不是琴 你想琴著Charles 我不是琴,我想說我是捉著他 但我是捉著… 因為他太大,小隻 那天我的腳真的像榕樹腳 我感覺到… 像樹熊一樣,纏著他 我感覺到自己… 我只知道不能讓他離開 然後我就不斷捉住他 我多怕自己不知道能捉到甚麼 就是這樣 但也挺好玩的 對,就是… 甚麼 自己看吧,我忘記了 我覺得最深刻的是水運會 水運會有拍攝蛋 你們穿上泳衣 你們也很困難 就是… 你們穿上泳衣 我們兩個穿上泳衣 你穿上泳衣 就是阿蛋穿上泳衣 然後我在他旁邊 我超級自卑,狂縮入水 所以我是很差勁 不是,你也不差 嘉欣姐,說些話… 大家都忘記了問題 我最記得是車車搭IQ題 我還有一個是無敵狀態 其實車車是在IQ題是無敵的 對 其他東西全部都不行 對,那次改一集 水運會,車車搭IQ題的部分 完全是相信大家刮目相看 我們當組員那些 在旁邊站著,看著車車搭 看水嗎 每一題都是… 我知道… 我們幫她舉手給她搭 對,因為… 車車在這裡… 最後是不讓車車搭 車車曾經憑IQ題 都去了歐洲 事實上是 在體育課裡面也夠了 說到水運會好像很好玩 瑤瑤,你沒有的 對,我沒有去水運會 為甚麼?你是怕水著嗎 我…我記得有些事情要做 但我忘記了是甚麼 那你說說吧 有些人來探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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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想… 你被打贏了一次 對 對,水運會那次就沒有玩 但我的印象最深刻 就是跳彈床那次 我覺得是完全體驗到 人線被人欺負的 因為… 因為是會有人在玩的時候 騙你 我記得有一個環節是要拿球 拿沙灘球 然後不知道哪個人 跟我說要拿三個 其實拿一個就夠了 有一次分準嗎 對,分準 然後… 搞錯了 然後… 而且我記得Keyman那天玩得很瘋 弄壞了你的東西 不是 我覺得Keyman很難玩 其實真的很好玩 能夠跟你們玩 但那天好像Keyman 跟我們一組 跟我們一組 我還要受傷 是嗎 我是負傷順近 但我也儘量薄殺 偷精神 Keyman真的很貌困 他自己也… 他自己也不好意思 我自己看 看來我很多位置都有釀製 你們 謝謝你,高台貴手 對,在運動會裡 有一位朋友也玩得很瘋 就是… 你還記得他嗎 打籃球很厲害的那個 來 對於平時經常打籃球的我來說 做一個節目主持 真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記得第一次從化妝 設計頭到入廠 我都很緊張 幸好有一群節目主持 和幕後的同事 帶著我 才可以順利完成任務 記得第一次 我也是穿這件衣服 因為媽媽跟我說 紅色衣服比較漂亮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化妝的關係 漂亮到 我家人和朋友 有一點接受不了 嚇倒了 最開心的體育系就是 可以認識一群兄弟姐妹 我們會一起出活動、玩比賽 而最難忘的一定是我們去爬龍舟 大家都不懂得爬圍圍圍 這真的挺好玩的 最後很想感謝你們 一直支持我們體育系 希望你們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是指著我的 他眼睛看著我的 你記得卓廷的正職嗎 他是老師… 所以你們有看他體育系的發音嗎 是體育系 是這樣嗎 是很有… 老實的 你也是當老師的 你會否這樣讀 對,Keyman 剛才卓廷說了爬龍舟 爬龍舟沒有在運動會出的 但我們很多主持和運動會都有參與 那次也很難忘 我們每個都很賣力爬 以為他好像在自尊 還有我們… 而且我們… 我們經常都回不了頭 我們有很多時間 我們在百多隊中 好像是DQ了… 我們迎鄉派人DQ 那次王耀夫人不知道生日 好像今天這麼大 最多人慶祝就是那一次 大家真的有人慶祝 有人記得他唱的 師傅成呢?你好像是輸給他唱的 唱吧… 因為上次他很幸運 卓卓地拍了王耀夫 因為我會很貓 哪個遊戲 我最擅長的足球 我輸了給你打籃球 你明白嗎 不過沒關係 但我不知道自己 其實不是真的很突出 不,因為我打算玩甚麼運動都厲害 我沒想過輸 大哥,過了一年你還沒清楚這件事 現在知道嗎 其實他說回那天 我也覺得他很認真 我跟阿謙都很驚訝 他會很厲害 因為我打算踢球 不懂得踢,記得跟他踢 嚇到我們 等一下… 再走出去搞定你 他那個個人活動 是踢球團體的 有點不一樣 他最不好嗎 沒錯 一給你… 其實原本我們… 因為我們都是設計角色 其實我們沒有想著 是思寶勝做Luzo 其實一直以為是仇多 但誰知道仇多 最後表現比你更好 不知道為甚麼,我也不想 思寶勝…你要改英文名字 仇多,你覺得越表現越好 Luzon… Luzon… 我很感謝思寶勝替我 擅長了我 整件事完全是… 感謝你,思寶勝 Luzon… 你好,Luzon 不要緊,謝謝 來,班人收聲 閉嘴 也感謝Dixon為他展示我 不要再揉你的胸口了 你怎麼揉你的胸口也不夠 你又脫了我,Luzon Luzon… 反正… Kick Sir… 你怎麼搶得不夠這個 這個厲害 Dixon你很難輸 你慢一點才拿出來 對… 我們看看有一個胸口比你更厲害 好,體育是平等學習 這一年我們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首先,學了很多人 是不擇手段來勝出 所以最喜歡的隊友是Keyman 因為有Keyman,一定不會輸 最喜歡的對手,他一定是思寶勝 因為不知為何 有思寶勝在對面,我們就會贏 謝謝為今年給我這麼多開心的機會 她說了重要是不知為何 太好了… 不過你看到他的能力那麼厲害嗎 但其實他算是很私密 對吧?你想想到嗎 因為他有一次玩的時候 我說車車那麼大力 你們也不反擊 然後他說免得不太好 牠是一個君子 牠已經彈開了 我在馬力醫院探望你 我覺得整個運動會 變化最大的是牠 為甚麼 因為牠第一次跟我們玩的時候 牠真的很斯文、很守規矩 之後到第二次,已經變成另一個人 我已經不知道牠是誰 認不出樣子 瘦性的陰面出來了 我想最主要原因是鎖妹妹那次 我記得鎖妹妹,不記得哪組 總之要鬥前,所以鬥得很久 她的潛度就是武器缺氧 不知道誰的手不讓她上水 我們要贏,不要上水,不要上水 然後弄得缺氧,腦袋就有點變化 所以現在卻沒有那麼斯文 好,鮑人,你現在可以說笑話吧 其實也有人理會你 還有一些難忘的事嗎 待會再說吧 香港七人籃球賽在銀杯決賽中 最大的得分差距就出現在1978年 當時澳洲以39比3 大楚薩摩亞的前身 細薩摩亞勇奪錦標 而至於分組賽的最大的比分差距 出現於2006年 蘇格蘭帶上了82隻光彈給新加坡 不過現時各支總支隊的實力 也拉近了不少 相信出現大比數的交易局面 也越來越難看見 回到體育系,又要問IQ題了 沙排一共有多少個球員 我知道… 阿智… 司法正答 文師補成 司法正答 Kat,你說呢?Kat Kat… 你說呢 大家好,我是山坂排浮的Kat 因為我不在香港的關係 所以給大家拍一段影片 回顧這一年的體育艷宴 第一次很多 第一次進入錄影廠做主持 第一次做人物的專訪 都很多得各位體育系的朋友 和幕後的工作人員照顧我 真是小女子 不太懂得說話 經常口疼疼又輕肌 多謝你們一次一次教我 體育是最好玩的地方 當然是運動會 我最深刻的 當然是游泳那一集 因為我自己怕水 我怕下水 所以那次對我來說 是很好玩的 還有… 真心… 體育系可以認識到這麼多朋友 又認識到很多不同運動的運動員 還有很多熱愛運動的美男、美女主持人 對了,謝謝各位 先這樣,我要練球了 再見 再見 Kat有一個天生的哭腔 說出來有一種感性的 再說一會,我哭了 最強烈的感覺是 我發現沒有來拍攝影片的運動員 真心一點 他們是正常的 你說你自己不正常 這裡不正常 不過我很記得Kat 第一次在化妝間見面時 我當時也是第一次跟她去見 她真的完全不知道我們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 她不知道未來的銀色旅途 那麼光輝,那麼多時間做 她只能說話,其實是說不到的 其實我覺得是全人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到了現在… 仇多,你就別說你了 你做了很多次後也… 也有很大的進步 你這個招牌笑容 但仇多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很明顯的例子 有甚麼出席 假的,假的 白雞人 對,你數NG王的話,仇多也有分 對,因為我剛才說真的 我對仇多的耐性是沒有的 對,因為我感覺到Kin Man說 仇多,你記好一點 其實我根本不會粗魯 我很少聽Kin Man這樣說 真心 我跟他做了這麼久 我真的沒聽過他說這句話 我發現他們給我稿 之後的稿就很少有字 對,是自由發揮的 是回應一下就算了 非常感謝 師傅,證你說沒有來的 反正是怎樣?正經一點 正常一點 那你還有誰?你記得是沒有來的 你想她說說說話 我們在我派對,還有誰來的 怎麼搞的?Win-Win 不是,Win-Win… 很多女生都沒來,沒有來的 但最後一個… 我也挺心態的 知道是誰 看吧,別多說了 我覺得每一次的體育 運動會都是非常好玩 但最難忘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是… 我覺得那天天氣很好,很猛猾 我們在大草地裡玩 其實挺辛苦,也會中暑 不過是最好玩 以及最入心的一次 我記得… 對,我跟蘇蘇一對 輸了,她背著我走石春路 她說害怕我男朋友 其實我怕她女朋友會更多生氣 另外就是… 原來每一次運動會都非常好笑 笑得我經常沒力氣 我每次看,我都很麻煩 我都會問身邊的朋友 其實你們看好笑嗎 因為我自己看 因為我多人在那裡 我覺得真的很好笑 希望大家都覺得很好笑 還有就是… 很開心認識這麼多的朋友 全都很好的人,對 我們完全沒聽過她說話 說得很好 其實Winnefer差不多是車車以外 另一個是最不應該在體育系出現 因為… 首先,為何我不應該 因為在履歷上 你們跟體育直接關係是很少的 車車也比較好 因為都是看球賽的 Winnefer,我一開始問她 我先試探一下她 有否喜歡甚麼運動 沒有 我記得Winnefer 第一次跟她拍攝時 她說去玩瑜伽 但好像沒有看過她玩瑜伽 她喝了瑜伽嗎 沒有… 對,但我拍攝Winnefer的時候 她第一集穿網球裙 我以為她會打網球 很像的 但我很欣賞她 她把體育系的節目 變成一個很有愛心的節目 因為她每集都會流自淚 她叫大家靈養 不器養 對,她說起也很感動 還有哪一位女生在我們節目出現 又想見面 歐海淳 歐海淳 余翠怡呢 Angle 對… 給她一份女友 又有甚麼愛心 不要害怕 不要再生氣 不要 我和我導演 我終於明白為何Angle 一點都不回覆我們 當日第一天… 又不出現 當日第一天 記者說體育系標榜其中的東西 就是螢幕情侶 其實為何會傳他們 你現在不值得嗎 現在你的螢幕情侶是誰 謝德謙 其實說起Angle 我也懷念她 因為這張桌子本身屬於她的專用 沒有人敢錯了 而且Angle在我們節目初期 也經常出現 因為情侶當作出現 而且那段時間她是傷的 所以需要有更多人安慰她 但現在Angle已經練習了 要專心一點 所以不要再見黃耀庫 你不要再纏著她,好嗎 經向她人生 但我覺得有一個黃耀庫 你可以代替Angle的 蛋蛋 一樣那麼甜蜜 你知道你欺騙黃耀庫的樣子嗎 HELLO 各位 雖然我不在香港 不可以和大家一起拍 這個最後一集的題目 我也有點想要和大家說 但我很開心加入了這個大家庭 當中有很多東西都很難忘 包括幾乎可以去到歐洲 看這個足球賽 歐國也會有請 接著又幫Jaggan撕腳毛 其實當中有很多開心的事情發生了 亦令我拍攝了很多香港的運動員 電影故事 香港的運動員的精神是非常可靠的 加油 先問王耀庫的腳毛 長得三成 對 你看,我們幫你找到元素 我們賺到澳洲旅行 他對著你也很難忘 真的 說起蛋蛋,其實我對他的身分 因為他一開始 其實他沒有加入我們大家庭的 但他玩G1 突然之間很能打 又是嘉賓變成主持 突然之間很被人打 不是,他說… 他一開始就鎖下來了 差點被鎖下來了 不是那麼嬌的 然後剛才說龍舟那次 他是自過分中舉手要做那個 鼓手的 但方向感是沒有的 但還是嘗試吧,對吧 中途上… 不如你下來了 我想說阿蛋的角色很重要 是 因為他太吸引了 真的有幾條船的人掛著看阿蛋 然後他們又亂了 偏離了 他們被DQ了 所以我們… 不過我們是其中一條 嘉欣,其實嘉欣 你在體育系算是最後期加入的同女生 應該算是 應該是繼日蛋之後再加入 我不是開頭 因為節目的美女少開始加分 這裡有很多仇事的目光 不夠多… 先說甚麼 不夠多… 真的不夠多 其實你玩運動會玩得很瘋狂 不,我覺得我還是很斯文 大家不是看不到 她是最欺騙人的 表面斯文 我也想我妹妹狼死到 她會搶人 外女很幼稚 你不可以得罪監者 她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她是… 我不會這樣說… 我不會這樣說 她是… 她沒有問題 阿仙奴的頭號 師傅,你別忘記 沒有人要你的時候 當初那個冰湖… 是我領養你 他領養你 不是,我想說 師傅,其實我已經要你了 你不理我了 你很記仇,Brian 當初我看到Win 經常說要支持領養 所以我看你好像… 師傅,好像沒有人要很可憐 那我就要了你,對吧 我也是抱著這個心態 我以為師傅,輸贏 沒有人選擇 來我那一隊 總之… 大家是你最新的機會 我們不要把這個節目 最後這麼寶貴的一分鐘 浪費了師傅成的身上 不如說說一些 我們很懷念大家沒有出現的朋友 讓我重新一張照片 看看他們也好 有出現過在我們節目中 包括有黃宗堯 還有誰很難忘 阿凱旬… 阿凱旬玩了很多次 三次 Angelo剛才說了 很重要 余翠兒 Tony Tony… Tony也能玩,還有呢 還有好幾個… 大家安靜了 大家先說說話 打Ruby 不用看群組,你記得誰 你記得他也算是否記得 BabyJohn BabyJohn好像來了一、兩次 他還是嘗試找英俊 我跟阿翔要差不多時間 我們開始時尺寸 放心吧,雖然你這次沒有出現 但我們不會忘記你們 體育是接下來變身的 下星期開始 由星期一至五開始 我們會轉為在7時50分 跟大家見面的 有個體育是300 至於這群喜歡玩的朋友 接下來有機會再見面 至於是甚麼時候 我會有期… 最後送一些東西給你 就是…不是脫衣嗎 脫衣… 脫衣… 很失望… Brian…